我们先说一句话 看人先看他的头 头要怎么样才好 大而圆才好 这个人头很圆 不大 没有用 这个头很大 不圆 很糟糕 他一定要大又圆 所以你看第一个 看这个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天庭谷 第二个看后面 叫枕骨 你看前面后面一看就知道圆 然后看这两个骨头 几个骨大家现在可以记啊 因为你看人第一个就先看到骨啊 所以中文说你这个贱骨头 就是你这个头上的骨长得不成样子 就叫贱骨头 文韬鸡 韬鸡不是那个家庭的家 那一个人怎么变陶鸡呢 陶鸡那个鸡啊 是家好的家 你的头骨长得很好 所以叫陶鸡 那完全搞错了 面相长得好 不如头型长得好 所以看人先看他的头型 头型好 陶鸡 陶鸡 因为你头骨长得很家好 所以叫头家 天庭骨 这里枕头的叫枕骨 上面叫顶骨 最下面的叫相骨 阿玛棍 相骨 相骨要一点肉 但是前面要看不出来 你前面看得出来 这个东西就麻烦了 太阳骨 这两面太阳骨 冰冰叫冰骨 头很圆 又很大 只可惜没有冰骨 这种人大扮当和尚 就差那么一点点而已 所以你不要小看这两个骨头 美股 美股 突出来的人 很高傲 陷进去的人 很阴险 所以还是差不多最好 老家你怎么讲 都是差不多最好的 所以那个轮廓太明显了 那你要特别小心 这两个叫拳骨 女人有这两个拳骨 高的都是客服 尤其是这个拳 到连旁边看 连眼睛都被他遮住 那这个人完蛋了 真的完蛋 为什么中国人是全世界最孝顺的人 最重视孝道的人 因为我们这里凹进去 如果这里吐出来 不笑 可父母 我再三说 这些都是可以用你的心来改变 你不要完全相信 所以中国人事情 不可不信 不可全信 那怎么办呢 信到差不多就好了 你千万千万记住 因为他是整体看 不是只有一个种看 看像可以拿别的地方来补 你觉得很糟糕 但是你觉得很好 他可以补 他很复杂的 不是专看一样的 我们再复习一遍 从现在开始 第一个先看这个 天庭 地阁 这叫天 这叫地 当中是人 所以这叫人中 他都按照一经来 天庭饱满 但是天庭饱满 后面 平平的 也不好 所以当妈妈的小孩子 让他平了 躺 你就完了 本来命很好地 被你养到坏了 所以为什么 你要收收收收收 要 那个做母亲 要去收收 上面要顶得住书 要平 顶 要平 地阁要宽 所以瓜子年 其实运气不好 细腿的人 都是命苦的人 我没有看不起 年轻人的意思 但是我要警告年轻人 年轻人只有在 打电动的时候 他是超过老年人的 其他的 那你还要小心一点 还找得很 有一次 在大陆 他们很喜欢开论坛 其实我是不太赞成论坛的 因为没有什么好谈论的 你跟孔子有什么好谈的 孔子说了算了 你跟他谈 他心里好笑的 我跟你谈 那除非我回到三四年前 我绝不是专制思想 我绝不是霸道 我们现在把这些识都解释错了 文实者 文实者 哲学的哲 你没有足够的年龄 你没有累积足够的经验 你根本无法了解 你看孔子讲一句话说 招文道 息时可以 你怎么解释 有人说早上听到道理 晚上死的也信甘情愿 马上有人出来 怎么可以解释 那个招是有朝一日 听到 大道 以前的错误 好像做的已经死了 重新做人 好像他们有学问 其实都不是 这种解释都是没有学问的人 招文道 息时可疑 那个道是天下太平的意思 所以你听到天下已经太平了 你可以安心的 死的也无所谓 因为我们一生 只有一个责任就是要推行天下大太平 如果孔子还在讲 听到道理没有听到 那就不叫孔子了 我们现在都论语根本就是错了 什么叫论语 天下有论语 论语 什么论语 论语就是 孔门论道的结语 每一句话都是结论 都是经过很长期的讨论 才把最要紧的写下来 什么论语 你看我们解释世俗都把孔子当幼稚园了 所以孔子气得都不说话 你看他什么时候说过话 孔子真正的话只有那句 知我者其天赋 只要是人就很难了解我 所以人不知而不孕 只有这样才会讲出人不知而不孕 所以任何人批评他什么他都不管 你们还跟我讲什么 你看子路是他很得意的学生 但他很了解子路 所以有一天他说我看道行不通 我们也不要搞了 坐船到海上去 到小琉球去玩一玩算 子路马上说 老师我陪你去 你看有这么笨的学生 孔子说你还干什么你 你讲的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我会用小船去玩吗 我那只是说说而已 你当真的 有够笨的你 我们读论语 把孔子当儿戏 我们读道德经 把老子当儿戏 然后说他没有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什么 不是他没有什么 鬼谷子了不起在这里 想尽办法 要对这个人类社会有所贡献 就算届师翻文 也可以 我们中国的神 最早是随风的 江泰公风的 江泰公有那么大本事 可以封谁是神 谁是神吗 没有 他只是按照 上面有一些古佛 古神 他们开了一个 现在所讲的政治协商会议 然后通过365尊神 他来设台 练一练 然后就封了 后面的神是皇帝封的 可是老百姓说你皇帝可以封 我老百姓不能封吗 我就封他是 鬼谷现实 完全老祖 政府不承认 但是老百姓 推 推崇得很 所以你说谁是民主 我看我们最民主 如果在美国这个没有法定律据 法律找不到 要取缔 从滚不回 全世界真正宗教自由的就是中华民主 没有一个国家做到像我们这样的 每一个人都很想把自己家的祖宗 把他变成神 只是推不出去而已 最后只有在家里自己拜 我是把我们的想法从中抖出来 让你自己做一个批判 我们就是这样的人 没有不好啊 很好啊 你看我们很重视了生死 我倒问你什么叫了生死 了生死用闽南话讲 好当在世了 现在人就是不在世了 现在人都是不在世了 你想想看 插口 然后在这里 一阵时间台湾话也不会听 国语也不会听 只会听印尼话 他生跟死一样 他死的时候还由他所活的 所以他就永远在这些地方 五雷五雷五雷 一九一两百年 他不会走 而别人也不要这个魂 要这个魂干什么 这叫一夜发达 我们老祖宗讲的太清楚的事情 现在我们是一心钻到科学里面去 就把人搞成这个样子 有三个要点 第一个 只要你活着 你就不是神 你说我活着 我就是神 那可以 你从现在开始 不要说久 三个月不吃饭就好了 因为神是不吃饭的 你说我肚子会 还是人 这很简单 这很容易检验 人死了以后 你有机会做神 有机会 中国人每一个人都有机会 谁给你机会 你的儿子给你机会 所以中国人 为什么那么重视生儿子 他有道理 你看中国那边一段气 这边神主派就立起来了 就立起来 准备做神 我们拜你期待 期待之内你能做神 全家有光荣 期待之内你不能做神 我们心里想而已 嘴巴不想 我看也算了 也算了 不拜了 给你那么久的时间奋斗 你都没有成就 可见你也是懒鬼 这种人情味 哪里找啊 所以你说人生 到底以什么为目的 只有一句话 人生以服务为目的 这一句话才是真的 什么都是假的 什么叫做服务 就是别人所需要的 才叫服务 不是你自己所需要的 从此不要再讲 请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千万不要讲这种话 现在都在讲 请给我一个服务的机会 就算我是笨蛋 你也给我 那这算人吗 那也不是神 那是谁 那是鬼 所以人神鬼 很容易分别的 这一章其实 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 当然这后面 有很大的学问 就整个叫做了生死 了生死 大概也要讲好几个小时 你一生真的够了生死 你就生无忧 死无惧 那真正的叫自由自在 否则没有人做得到 都是嘴巴讲讲而已 我一直很佩服我们的古圣仙想 他知道历史演变下去 有一天会不难不履 所以干脆叫先生 免得搞错 你看先生不男不女 对 你女儿在找你 我女儿 那我儿子什么女儿 你是他妈妈 我他爸爸 我他妈妈 很奇怪 我们小时候一看男的就是男的 女的 现在考不清楚 有这个必要吗 没有 男女一定要有别 这男女没有别 你看有的歌星 身份证是男的 但是不管她的声音 她的样子 都是女的 这些都是值得我们要好好检讨一下 中华民族是不可以 言论自由的 只要言论自由就没有道可说 因为我们的个性已经是这样了 你看我们的个性一句名的话就讲完了 我相信各位都是一样 你讲做你讲 我听我听 我没给你信道 你看道那么重要 你就没给你信道 那你信什么 你要中国人信什么 我问你 所以很多人说我们专制不好 我们什么不好 我告诉你 只要言论自由就没有公义 什么公义 因为不懂的人讲的话又大声 你懂的你知道还有很多 你们没有见过的 我见过的 我怎么可以不顾虑到 他没有见过的 他就说就这样 那你跟他开论坛之后被他气死了 所以我为什么不谈论坛 就是我要保命了 我跟你们还谈什么 你看我以前都试过 他说他讲话我顺了他 他以为我要借他的名声 我跟他有点意见 他认为我要跟他为敌 那就算了 那讲什么 他中国人讲话有一套系统 就是做到没有输赢 中国人最高的艺术就是没有输赢 那不可能没有输赢呢 所以我们的哲学是什么 赢的人要装没赢 输的人要按称装没输 这叫做合局 因为我们只有象棋可以合棋 其他棋都没办法合棋 我们来打破克 打桥牌 打合 你又本事打合 你试试看 不是up就是down 什么合 只有象棋 我象赢到你心里知道我赢了 然后故意弄个局给你吃 还要反悔 越反悔他又有兴趣 所以有时候反悔 不是说没有人格 反合是人格高超 你看我反悔 他一定不肯 我一定说要 他不肯 他很满足 他非常满足 现在能哪里懂这个东西 都是科学 这些是艺术啊 那是科学 所以现在没有画家 就是艺术也变科学了 就画到只有机器懂 人都看不懂 你看一画画出来 还要解释半天 就是大家都看不懂 艺术就是你不要讲话 人家自己会欣赏 那叫艺术 还要照他的意思去解释一个图 那说什么呢 我是全世界什么艺术馆 我都看过的 我认为艺术家真可怜 你说我画得很像很像 你看水 连钢膀 它都可以滴滴滴滴 就把它滴穿了 你又说了 那是科技没有发达以前的事 现在科技发达 一个电钻一下子转过去了 还要滴半天 真的吗 当然真的 那我请问你 电钻要不要电 如果没有电的话 它能转吗 水没有 水什么都不需要 就凭它那个这样 滴 滴 滴 我们要知道 我们现在很多观念 是自我扭曲掉 我们一听到圣 我们就有一个刻板的印象说 我打你 你输了 我赢了 我叫圣 那个叫圣 那个叫两败俱三 那个什么圣 圣 是什么 是改变对方的本质 就叫圣 我们现在没有 满那只都是把对方打倒 把对方杀死 那是人类的愚昧 赢人家 要赢在人家不知不觉当中 你才是赢者 你赢到他发现 他输给你的 你就一天到晚 开始烦恼 恐惧忧愁 因为他一定报复 他不是死人 赢的人要装没赢 输的人也要装没输 这是最高境界 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所以你圣谁 就看你有没有改他的性格 如果没有只是强制 叫他今天要穿这样 明天要穿那样 明天要戴什么帽子 后天又怎么样 那都不算圣 圣不是表面的圣 而是实质的 改变 那边 如果有了 你不得了